帮派并不是某个国家所独有的,放眼世界,各个地方都有帮派的存在,甚至有的都是世界知名的,非常著名的比如意大利的黑手党,日本的山口组等等,这些帮派如今依然是非常的嚣张,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还有个山口组,这个帮派一直是合法的,日本政府都承认它的存在,也算是一大奇葩事,在香港还未回归之前,有个地方也是非常混乱的,可以这么说,正常人在那里简直难以存活,因为那里所有社会最阴暗的东西每天都在上演, 严谨的说,在那段历史中,香港到处充满了帮派成员,做得大的帮派,还是和当地政府相互勾结的,英国人只要得到足够的好处,什么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那么当时香港最乱的地方是哪里呢? 可不是大家所知道的铜锣湾之类的地方,是一个名为九龙城寨的地方,这个地方不大,却足足有四万人居住,在清政府还在的时候,九龙城寨就已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了,可人家压根没时间,也不想去管理这里,清政府自然也不会去管这里了, 随着历史的发展,这里一度成为了三不管地带,各种黑暗的事情都在这里发生,帮派成员都将这里当成家,饭食之后就跑来这里, 有趣的是,这些人也都非常的团结,即使不是一个帮派的,可是外人如果想来九龙城寨拿人,那无异于是痴心妄想,警察更是连这个地方周边都不敢去, 随着证,各地方的帮派规模发展越来越大,警方决定彻底跟除,他们派了五千警察前去围剿,本以为会彻底将这些势力跟除,万万没想到却煞雨而归, 实的一提的是,在这个城里,普通老百姓也是不少的,这些普通人的梦想便是,自己挣够钱之后,一定要将自己的儿女送出这个满是黑暗的地方,原因很简单, 在这个地方长大,总是会受到影响,父母稍不注意,儿女便走上了七路,一直到了八十年代,英国政府请求中国合力联手,才产出了这个地方,九龙城寨的出现,说白了就是历史遗留问题,随着社会的发展,这样的地方被产出是必然的, 当地的各种黑势力,如果还是一条路走到黑,等待他们的只有牢犯,以同为敬可以挣衣冠,以人为敬可以明得失, 以使魏敬可以知心衰喜欢历史的读者们,不妨关注历史杂货铺,如果有不动的地方欢迎指出,请多包涵。